今天凌晨天高亮中南部明显感受到气温奏角 冷嗖嗖天气不少民众起了个大早 就是想来碗热汤暖暖味 高雄左营有知名的这高CP值牛杂汤 平东市场这是每一摊 卖这个鲜鱼汤都是瞬间涌入满满的客人 那么往中部走的话温度更低 彰化花坛羊肉汤这边还有鹿岗水晶角丸子汤 也都是热汤暖身的热门选择 超大铁锅里滚汤热腾腾的牛杂汤不断冒着白烟 寒流来袭造成南部高雄明显感受降温 位于左营哈罗市场里的牛杂汤老店 天才刚亮就涌入不少头客 东西料又很多 然后吃起来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对 汤头也很浓郁 牛肚半斤肉以及牛肠 满满一碗百元油爪 牛大骨熬汤 汤头浓郁清甜 小小的摊味 天冷座位都客满了 四点半天不来吃 要来比较多 大家要吃吃热热啊 煮鱼汤的锅子三炉全开 屏东市场的鲜鱼汤店 一早也吸引源源不绝的客人 大家都想来喝热汤 暖暖身子 越往中不走气温越低 天气冷嗖嗖 位于彰化花坛市场羊肉汤老店 热乎乎的姜丝羊肉汤 瘦肉不柴 带皮肥肉Q弹 香气扑鼻 后面喝羊肉汤是最好的 然后就可以暖身 对啊对啊 喝了就会觉得身体都暖和起来 在彰化路港当地民众最爱吃的 则是手工肉丸子汤 加入猪皮 隔肩肉 水晶饺 分量扎实 又饱足 舒服 很好吃 特别的温暖 冷冷的天 大家都想喝个热的 一口热汤下肚 也替一整天 带来火力 记者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